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细雪敢言 李宗盛逢星期一至五 为你识世情 论人生 正改五部曲的第一部终于启动了 其实我们看回 正改三民组的咨询报告 或者梁振英再加添不密 加上去的提交人大常委会的报告 其实整个调子都在预料当中 要处理大量的数据 其实是一个很科学化的过程 但如果有个政治的前提 任何科学化的统计数字都变得不重要 这个大家是明白的 其实焦点所在都不在于 有多少人去提交意见 或者哪些人 化名好真名好去提交意见 而是最具争议性的公民提名的环节 如何处理 大致上报告书是采取了 是尽量模糊化 和尽量去淡化处理 总的来说 就是不敢去提出 但亦都不能去略去 亦都不宜去评论 将个波交到北京人大去处理 人大大致上会在8月底 按照这个时序 就会真正的一锤定音 从现在数到8月底 大概有6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星期确实是香港的关键时刻 儘管是政改有5部曲 但如果人大已经是作出 一个真正的一锤定音 其实跟着那些气 就很难唱下去 或者很难再有滑船的空间 所以香港整个的政改 或者整个香港的政治前途 能否走出目前这个死胡同 其实就看这6个星期 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转移 在之中期间 其实有一个很黑眼色的 听取民意 就是政改300人组 基本上都不敢去违反 就是天庭的旨意 是作出一些被视为不适当的政治行动 就是香港官员 所以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转身 所以 准管出了很多长期的资讯会 和作谈会 但真正去深入 去跟一些反对声音 反对团体 特别提出公民提名的团体 真正的对话 其实是绝无紧有的 所以 甚至连占中三子 目前来说 尚未正式 是跟政改三人组 有一个真正的对话 这是相当关键 在咨询期间 其实这些东西 基本上是很难有 一个所谓的空间去转移 但是 从现在到百日底 这个所谓 满了咨询期 到人大去讨论之前 这六个星期 其实就提供了一个 相当重要的对话空间 当然有人提出说 这个时间是否可以延迟些 或者是人大可以压后些讨论 其实六个星期 是足够关键 不在时间 而在大家的心态 是否真正是想为香港 这个政治的困局 是走出这个死湖 在五部曲的 重要的第一 第二部曲之间 有一个这样的 休止符 我想起圣经诗篇 所出现过的 世拉 世拉 其实就是一个 完全无声 但是其实有意义的空间 六个星期就是 一个的休止符 在休止符当中 是可以令到整个弱曲 是完全可以变调 但休止符 不能把握 而是就这样平板过去 就可能按照一个可能 大家都硬 无法扭转的局面 这个将会带来一个相当不幸的后果 不单止引致佔中的出现 而佔中过后 香港整个社会的转变 其实都难以逆料 因此如何去做好 这个世拉奇的对话 就相当重要了 昨日其实梁振英 都是释出一个意思 就是继续去扮演 是搞好香港各界 和中央之间的僑良工作 加强沟通工作 务求香港的政制发展 可以在多方共识之下 及时向前 跨出历史性的一大步 这个的前提是重要 关键在于 这个僑良角色 有没有做得到 有没有做得好呢 而我再看回占中三指约的戴耀廷教授 他都说过 其实他说 只要政府能够提出一个方案 可以说服市民 没有公民提名 其实都可以达到真普选 他们都会接受 换言之 只要中央是能够有足够的智慧 是能够提出一个能够 令大家可以安心 放心 而有信心的方案 而香港各方面 亦都能够向中央釋出善意 其实我们不是要搞事 我们不是要颠覆什么 更加没有什么革命等的意图 只是希望香港是透过 落实真普选 而达致我们将一个政治的争拗 回归一个文明理性法治 将香港过去很多很多 争论不有问题 我们回到一个合理的轨迹 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三赢的局面 关键在于大家是不是要这么执着 政治既是妥协的艺术 政治更加是一个 需要有大智慧去化解危机 去折行很多矛盾冲突 一个大智慧 未来六个星期 对香港相当重要 我们去支持或者是否定占宗 都不要将占宗作为一个中站 占宗只是我们去争取真普选 其中一个策略和一个手段 如果将占宗作为一个中站 这个其实是危险 同样因为要反对占宗 而启动了很多的敌对思维 甚至对立思维 也更加激发了香港的情绪 所以我期望在教会中人 也有不少对比大智慧基督徒 过去或者比较沉默 但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愿 我们都希望香港好 希望香港不再受到 这些政治的折磨 未来六个星期 大家就是我们发挥 我们言论 发挥行动 起码真正 我们教正我们 讨告的焦点 一个这样的重要的关键时刻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